欢迎收看本期猪猪卫书电影 我是可爱又高产的小猪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讲述裸雕师 浴火虫生路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韩国的战争年间 男主是一个雕塑家 但是病痛的折磨让他憔悴不堪 渐渐失去了创作艺术的动力 他的妻子不忍心看到他消极的模样 便打算用一件美丽的食物激发男主的创作热情 女主是这一代的洗碗工 丈夫是上过战场的战士 但是他的丈夫从不过问家里的是 总是喝酒赌博 甚至家暴女主 这时雕塑家妻子找到了女主 他认为女主的身材很像一件金雕细琢的艺术品 想让他做男主的模特 促进他的创作热情 女主起初并不能接受行为艺术 但是他的家庭真的太需要钱了 为了生存 女主还是选择了妥协 男主家非常守城性 而且环境也很轻优 女主渐渐不再恐惧 女主想用工资好好改善家人的伙食 但是丈夫二话不说 就夺走了他所有的钱 甚至对于他的反抗暴力相向 然而在男主的工作间 女主感受到的是高雅的艺术熏陶 和真诚的尊敬 他和男主也变得更加熟人 和作业更加默契 有一次女主回到家 发现自己的丈夫在和别的女人啪啪 当机泼了盆冷水赶走了那个女人 但是换来的却是丈夫的一顿毒打 女主养伤过后来到男主的工作室 得到的是男主默默的关心和安慰 男主带她到室外写生 跟她讲解艺术的自然之美 男主亲自看到丈夫性高采烈的表情 什么也没说 男主下定决心创作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一个女人的全身雕塑 女主自然全力配合她完成 两人的接触愈发深入 女主将自己的真实遭遇告知了男主 她的丈夫原本赚死在了前线 如今她家里的男人不过是让这战友的身份抢爆了她 男主听完女主的故事也是非常同情和感慨 她带着女主去海边兜风 就像情侣节日常的约会 女主非常享受这样的生活 雕塑终于完成了 但是并没有一张清晰的人脸 女主向男主提及此事 男主认为可以为雕塑加一张人脸 但具体刻画出一个怎样的女人就不得而知了 最终女主的事还是被爱叫蛇跟的人传进了丈夫而令 丈夫偷偷来到男主的工作室揪出了女主 不仅将她暴打一顿还破坏了男主的雕塑 深夜女主逃到了男主家里 男主一家都对她很好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 男主坚持创作终于完成了那个雕塑作品 直到有一天女主丈夫被杀 男主自杀 可怜的女主终于得到了解放 但她已悲痛欲绝 那个雕塑的脸是男主妻子的模样 看完电影 这中为想问大家 你们觉得为什么剧中的雕塑成品是妻子而不是女主呢 看完记得点关注 这中为在评论区等你哦